大口上飲冰凉碳酸飲料最适合炎热夏天消消暑 但日前有名男子运动过后空腹大量饮用碳酸饮料 想不到三个小时后竟然四肢贪软无力被紧急送往医院 有没有空腹不是直接关系 主要是那个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导致低血脚症 只要短时间内大量饮用1000cc以上的含糖饮料 会造成胰岛素大量分泌 让血液中的甲离子快速游离到细胞内 造成低血纳症严重可能导致死亡 但相对的如果肾功能不好的病患 摄取过多葡萄香蕉或柳橙 这类含有丰富甲含量的水果 则会因为短时间无法排出导致高血纳症 不管咖啡茶可可它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 这个也不能当水喝 因为怕喝太多的话 其实对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人 搞不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像心跳变快血要变高 医生建议口渴食或运动过后 还是多多饮用白开水 解渴补充水分才对身体机能最有帮助 记者程序 社委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